所以后来是我又硬瞇着 他不会说不 我说你跟人家说你有对象不能联系了 他就跟人家还不好意思打电话 给人家发短信 你又别联系我有对象 人家女孩说去 怎么有对象就不能联系了 我当时我就急了 我说怎么有对象还非得联系呗 是吗 就前面一样的话 分开的话不也是可以当朋友的吗 他因为啥离开的你呀 他不因为劈腿离开的你吗 然后你现在能跟他做朋友 你心里怎么那么大呢 哎呀 这姑娘真火了 所有身边的异性都不好吗 跟我都有艾名关系吗 难道不是吗 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件 我就是这辈子忘不了的事 他Q是群里认识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岁数也挺娜的 他居然跟人聊艾名话题 他就是有一天突然间把手机调静淹了 我不知道 来了个震动 他把电话给按了 我就觉得奇怪 他起来就是说要下路买烟去 要拿手机走 我说你人走行 手机给我留下 手机就给我留下了 我就一打手机 就看那个女人的那个电话的名字 我没见过 我说怎么又出现一个新女人呢 我就给他打回去了 打回去了 那女人就说 那个你是他妈吗 我说我是他对象 他说那个 他回来你要给我回个电话 我说好的 我没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到Q的时候跟微信 那个女人对他称过 哎呀宝贝帅哥 要多你好 要多你好 然后他说的话就简单 说比我更像情侣 甚至比我更像爱人那种 不是 是那女的说的 还是他们俩说的 他们俩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回来 我问他 他不承认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因为自己已经发现这个事实了 我就说你走吧 那时候心都碎了 因为我毕竟付出一年多的感情了 我怎么还可能留在他身边 我说你走吧 别回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 我走了谁照顾你啊 他放不下心我 他就没走 后来他可能认为说 两个人感情挺崩溃的 就说那我走吧 他就是那个时候 就为了那个女人就想离开 我想去照顾那个女人了 我说你想没想过我的感受 后来我就跪着求了 你求他留下来啊 对 不是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其实挺好的呀 那个女人就想跟他出去住去 啊那就让他出去呗 可是那个时候挺好的呀 我没想跟他分啊 跟那个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主要是吧 当时也是因为我俩正在闹矛盾 然后两个人感情也是属于冷淡起义 是我的错 我也承认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和这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 已经解决了 我和这就能翻片了 但是他吧 就是喜欢老爷跟我翻旧账 你知道那段时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喝了五天五夜的酒 我都不省人 是他你管过我吗 有人照顾我吗 满个屋本里全是酒味 就我自己在屋里待着 我怎么活过来的呀 我那个时候喝多了 我竟然还下过去求着你留下来 然后你那个时候说的话 我多绝情啊 行 我再接着问 这个小片里你还说 他妈妈也不喜欢你是吧 是 为什么不喜欢你啊 可能因为他家庭条件太好 太优越了 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 个头什么样 还有智商 都配不上他儿子 智商 他妈说你智商低 不好说我智商太高了 怕我骗的儿子啊 你你智商高 我听说我听说我就是有因为儿媳妇智商低分爱的 我就没听过因为智商高也不同意的 那咱那你傻我也跟他傻 把家都拜出去吧 其实我觉得我妈一直都不喜欢我俩在一起啊 那也是他个人的原因 我俩是过我俩的日子 你没必要太在意 可是你妈说的都是什么话 经常拿语言重伤我 就是我俩在车上 她在开免提接这电话 她母亲就说了 怎么的 你非得陪她呀 我妈从小也是对我一种逆扬 你也是知道 就是捧在手心里头怕话那种 就基本上都在一起 然后出来向上车 我俩才分开的 然后后来一段时间嘛 前不久我俩又吵 我跟他母亲又产生了心理矛盾 他母亲又跟他说了一句话 怎么的 离开他你活不了了呀 找不着对象了呀 那你不现在不喜欢我吗 那怎么非得拆散吧 来来来 小伙子 你在外面玩得那么风生水起的 什么意思啊这是 你是想跟他出对象 还是不想出啊 其实刚开始是有点 就是所欲是花心吧 然后但是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像是刚开始出的那样了 我俩毕竟也是认识一年多 将近两年了 其实有了感情以后 我感觉我也尽量去改正了 但是他没有必要去死刷不放吧 你不是怨恨我吗 我每次给他解决一件事 简单说他在前面有事 我就得给他后边守护着 你找什么事都去我去解决 我累不累呀 我是找对象 我还是找个儿子呀 哎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好的 是一个我特想问你的问题 你去找对象 还是找儿子 找对象 你事实上找了个什么呀 儿子 哦 那你累吗 累 还想累吗 还想 为什么呀 觉得他帅 不 他挺孝顺的 对我也挺好的 你不是他妈 他确实挺孝顺的 对我家人的人特别好 我家人在去年去世的时候 那六天我是每天没夜 他就一直陪着我每天没夜 甚至简单说病房的人 都以为他是我老爷的外孙 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他对我老爷就是插理身体 老爷那时候根本无法自理了 就是已经说句实话 已经快结束了生命 他就一直在照顾着 后来当我老爷出病的时候 他在沈阳出活动呢 然后活动刚结束都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 他打着车直接就回我老家 陪着我一起去带相 我家里人挺认可他的 但是家里人并不知道他有这么花心 累不累 累 走呗 死去白猎的 我喝了五天酒 你都不管我 他是没法管你 可是一喝一都快两年的感情 要是因为 因为这样就分开了 觉得自己付出的就太多了 然后确实真心舍不得 因为毕竟是当初是自己追的人家呀 哦 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咱们说心里话 对不 为什么呢 人家身高跟模样都在那放 就平时这一点我也配不上 配不上你还非跟人在一起 可是不有奇迹吗 不想尝试有奇迹 但是 哦 做好了他离开你的准备了吗 还没有 因为他一直照顾我 如果说突然这个照顾我的人 他一直照顾你 对 我不会照顾你 这家伙还有时间照顾你啊 按你的描述 他不是天天都在外面 花呢吗 他哪有时间 他只是在精神出轨 他是背着我花 他还是 你有付诸实际行动过 都是在聊天一些暧昧的语言上面 有精神出轨 但是自从今年开始吧 我就开始慢慢的改变了 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也慢慢开始好转了 但是我发现了就是 只要我身边有一心的朋友 一些就是很简单的朋友 他就会以为我俩会发生 你不有钱喝吗 你想离开他吗 不想 你不想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 我想要 求分手 不是 因为在一起两年多了 他给过别人承诺 可是从来没给我一个承诺 两年多的付出 我要一个结果 要一个回复 很难嘛 不是 你要什么样的结果 他家里根本就给不了我安全感了 现在我只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承诺 一个安全感 我很恍惚啊 我一直认为他是来分手的 原来还不分是吧 听您老师们怎么帮他们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婚姻当中有一种女人 天天都在战斗 夜夜都在哭泣 无时不刻紧张 分分秒秒处于战备状态 你累不累啊 当然累 你几乎天天都是跪着的 你十八般武艺其实都用了 没有用 你看 你吓唬他也吓唬了 你跪也跪了 你想用感动的方式帮他去清理战场 你也使用了 你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把自己的自尊也搭进去了 结果有用吗 只能说你在他心目当中会变得越来越低贱 越来越一文不值 我敢几乎断定在他身边的那些个跟他暧昧的女人一定有长得不如你的 但没有一个会像你这样低贱自己贬低自己的 所以说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别人不可能重视你啊姑娘 从现在开始你别跟我哭啊 否则的话我对你最后一丝尊重都没有了 把头发捋好 别搭在话筒上 回去磨点意味食